爷爷,我妈妈要吃什么吃饭吗 爷爷要吃什么吃饭 爷爷,我妈妈 爷爷毫不犹豫从口袋里逃出了一叠钱 但也全是一块一块的 这十块钱不知道要卖多少菜才能挣回来 商量后,前期决定买下爷爷所有的菜并送他回家 眼前这红砖瓦房就是爷爷住的地方 但实际上他的家也就是这几平米的小房间 宝珠的夏天哭了难耐 再加上邻居的空调 显得出小房间更加闷热 他家里什么情况呢 他一个公款老人呢 这一个是吧 好本来的,没有啊 天天都是找出网络到柴园里面种菜啊 那这样吧 你看看你们客户方面 我转钱给你们 你告诉给他装个空调 可以啊,大家邻居给他帮个忙 可以了,这个没手呀 你看这些呢 那你什么碗没呢 刚才你这呀 那我们呢 老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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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姐 来,严查了 你那谁的呢 送了吗 出于安心 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去买一台送过去 你帮你帮他这里 放在这里,您可以 那我们走了 你慢慢慢慢 谢谢啦,谢谢啦 好